第一,順諸佛法 就是說佛獻前 然後給他如來治 然後讚嘆善哉善哉 此人第一 此人就是無身法忍 就是依照華安經說 這個菩薩他已經正無身法忍 他說此人第一,順諸佛法 就是說現在你已經正無身法忍 這個法忍是第一 這是隨順佛法 那麼這個先讚嘆 然後下面這個1、2、3、4是我加上去的 經文本身沒有1、2、3、4 為了方便 所以把它分1、2、3、4 因為它有七券 七種券法 所以第一個,然而善男子 就是說你現在雖然很好 這個正無身法忍 然而善男子 我等所有十利 無畏 十八不共諸佛之法 汝今未得 就是說你現在你雖然修得很好 但是我還有十利 事無所畏 十八不共諸佛之法 汝今未得 你還沒有得到這些佛法 汝因未欲成就此法 勤家精進 勿父放捨於此人們 千萬不要停留在佛法 就是說你現在雖然正無身法忍 很好 就像剛才 侯瑜大師他註解說 你現在雖然能夠無所住 但是應該要升其心 還有諸佛的這些功德 所以說汝今未得 汝因未欲成就此法 此法就是十利 事無所畏十八不共法 應該更加精進 勿父放捨於此人們 千萬不要停留在這個無身法忍 就停止了 放捨就是停止了 停止精進 叫做放捨 就是說你現在更精進 你雖然能夠正無身法忍 但是你不要停在無身法忍 還有佛實力是無所畏 等等 然後再來 又善男子 魯雖得是即滅解脫 男諸凡夫未能正得 就是說你雖然正得 但是凡夫還沒有 種種煩惱皆息現前 種種絕觀 常相侵害 魯當明念如是眾生 就是你雖然能夠正得解脫 即滅解脫 但是眾生還有煩惱 種種絕觀 絕觀就是妄想分別 就是絕觀 那麼眾生還在煩惱 還在妄想 你應當要敏念這個眾生 不要住在這個無身法忍裡面 不來度眾生 再來呢 三 又善男子 如當意念本所誓願 普大饒益一切眾生 皆令得入不可思議智慧之門 第三個 你應該想一想 回憶一下 本所誓願 就是說你最初是發菩提心 要成就佛果 要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的人 然後你要普大饒益 就是要普遍廣大 勞益一切眾生 皆令得入不可思議智慧之門 你要記得阿 你是發菩提心要成佛 要立一切眾生 要讓一切眾生皆得成佛 對不對 就像我們金剛經說 雲和降伏其心 那麼不管卵生胎生 世生化生 都要令入無與涅槃而滅肚之阿 你當初是這樣講的 現在怎麼只有自己得己滅解脫 你應該記得你自己的本願 發菩提心 再來第四 第四段 你正著無生法忍 這個極滅性 若佛出世 又善男子 若不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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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不義 這個你正著無生法忍 這個極滅 不管佛有沒有出來說法 或沒有出世來說法 這個法性 無生空極 它是常住不義 永遠沒改變 佛有說法沒有說法 都是本來以空極的 但是諸佛不以得此法 故名為如來 但是佛不是只有正這個無生法忍 極滅性 才叫做如來 一切二聖一能得此無分別法 二聖也能夠得這個無生 得到這個極滅 那麼你不應該只有停留在這邊 只有這個不叫做如來 佛也不是只有這樣叫如來 所以第四個就是說 你所正的不過跟二聖人一樣而已 怎麼可以停在這邊 在這裡不叫做如來 那麼再來說 五 佑善男子 如觀我等身相 無量智慧 無量國土 無量方便 無量光明 無量清淨 因生義無有量 如今已應成就此事啊 所以你應該觀我的身相 像莊嚴 像好 光明 對不對 還有無量的智慧 還有無量的佛土 我能夠視現無量的佛土 還有呢 佛有無量的方便 善巧 還有佛有無量的光明 無量的清淨 因生義無有量 所以這個 佛的因生有種種無量 就像我們地藏經說 這個地藏經裡面說 佛又出種種為妙之因 對不對 所謂談波羅密因 施波羅密因 施波羅密因 霹靂也波羅密因 那麼禪定因 解脫因 施波因 施波因 喜捨因 佛有無量因 陰生也有無量 那麼 如今已應成就此事 你要觀我 我成佛的時候 什麼東西通通無量 光明智慧 向好 國土方便 乃至陰生 你應該要成就這個事 不要住在這個無身法人 再來 第六說 又善男子 如今事得此一法明 所謂一切法無生無分別 善男子如來法明 無量入 無量坐 無量産 乃至百千億 那由他解不可得之 如因修行成就此法 他說善男子 如今事得此一法明 事就是僅有 只有 你才只有得到一個而已 法明 這個法就是佛法 明就是智慧 如今事得 就是說你今天只有 只有得到一種法明 一種佛法的智慧 就是無身法人而已 所謂一切法無身 無分別 你今天只有得到一個智慧而已 這個智慧叫做 以一切法無身 知道一切法無身 那麼你也沒有分別 但是善男子 如來的法明 有無量入 無量坐 無量産 乃至百千億 那由他解不可得之 乳因修行 那麼你只有得到一個法智慧的光明而已 但是如來的佛法智慧光明有無量入 無量入 依照這個實地經論 他說 無量入就是 無量法門差別 叫做無量入 入就是法門 就是法門差別 叫做無量入 就是說你今天只有得到一個法門而已 如來有無量的法門 然後無量坐 簡單就是業用 業用叫做坐 如來有無量的業用 那麼無量的事業的差別 叫做無量的坐 那麼無量轉 轉就是上上不斷 叫做轉 就是 不是只有在這邊 一直向上一直向上 提升提升叫做轉 就是從你 第八地之後 從這個不動地 無身法忍之後 之上還有無量無邊的 向上精進的東西 所以叫做無量入 入就是法門 無量坐 坐就是業用 無量轉 就無量無邊 更上精進的東西 乃至百千億納由他解 不可得知 如因修行成就之法 就是說 你用百千萬億納由他解 你也沒辦法得到 佛的這麼多的無量的法門 對不對 可是你只有得到一個而已 所以你應該要修行 成就之法 第七 又善男子 乳官十方無量國土 無量眾生 無量法 種種差別 悉應如實通達其事 然後 你知道的東西 只有空而已 可是要知道說 十方有無量的國土事件 還有無量的眾生 無量法 種種差別 就像我們說 我們說這個 一切智道總智 一切總智的意思 就是說有無量的眾生 有無量的差別 無量的根性 你應該要知道啊 你如果不知道 就是沒有這個道總智 就像 有人 這個兩個比丘出家 那麼 這個阿羅漢弟子 也有經論說是設立佛教他們 一個修不進觀 一個修修習觀 結果兩個都沒有辦法正果 要還俗 那麼佛就說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還俗 他說我們兩個修都不成就 那麼佛就說 你們俗家的時候做什麼工作 一個是打鐵的 那麼佛就說 打鐵的應該要修修習觀 不要修不進觀 打鐵每天拉那個風箱 那麼就管我們的呼吸 就好像這個風箱 一出一入一出一入 這個身體 人命在呼吸間 一口氣不來 就是來勢 那麼後來他就知道說 人生就是這樣 那麼他就正阿羅漢國 那麼另外一個人 就問他說 你過去做什麼 他說我做這個 殯葬業的這些相關的 那麼以前的殯葬業 就是幫人家做墳墓啊 挖土對不對 那麼佛就說 你就是看墓園的人 那你應該要修這個不進觀 你不要修修習觀 因為你常常看到人 不管有錢人 沒有錢人 老人小孩 到了山上 都一樣 平等 丟在山上 沒有分 這個是美女 這個是仇女 沒有說這個是老爺 那是奴才 沒有這樣分的 所以他就不進觀 就成就 所以這個叫做差別置業 就是說他不知道眾生啊 所以說 佑善男子 如觀十方 無量國土 無量眾生 無量法 種種差別 無量國土 就有很多很多的世界 比如說有極樂世界 有這個香雞國的世界 就像我們前面說 有的世界用陰生做佛事啊 有的說這個用香飯做佛事啊 有的佛放光做佛事啊 有的人呢 在這個世界修不來 應當去極樂世界修啊 對不對 你叫他誓念初啊 叫他屬習觀 叫他不進觀 修不來 但是呢 如果叫他去極樂世界 他就修得來啊 所以呢 這些有無量的國土 無量的眾生 無量法 種種差別 西因如實通達即是 你應該都要了解 對 那麼照這裡就是七勸 七種勸 就是在華安經 對於八地菩薩的七種勸 那麼當然跟我們放網經 剛才講的不太一樣 放網經剛開始一開始勸呢 他還不出定 還在百節千節 然後在定中一節當中 又聽經文法供養 那麼最後才知道這個出向 進向 那麼這個去向向向 對 那麼這裡是七勸 所以下面說 佛子 諸佛世尊於此菩薩 如是等無量起至門 就是諸佛世尊呢 對這個菩薩呢 給這個八地 不動地的菩薩 等呢 有些 如是等無量起至門 起就是發起 發起這個前面說 與如來至嘛 這個起至就是如來至 就是佛啊 這個諸佛呢 用種種的方式啊 摩頂說法 讓他生起如來至 另其能起無量無邊 差別至諺 那麼對這個如來至 還有無量無邊的這些 差別的這些智慧 佛子 若諸佛不與此菩薩 起至門者 彼時即入究竟涅槃 就是佛子 如果諸佛不給這個八地的菩薩 起至門 就是説 起這個如來至的門 彼時即入究竟涅槃 那時候呢 這個菩薩呢 可能會 進入究竟涅槃 氣捨一切立身事業 放棄了 那麼捨棄了 一切利益眾生的業 如果不給他加持 不叫他發起如來至的話 那麼就會這樣子 以諸佛與如是等無量無邊 起至門故 於一念請所生至業 從出發心乃至七弟 所修諸行百分不及一乃至百千億 那由他分一不及一 以就是因為諸佛給這個如是等 給這個八地的菩薩 不動地的菩薩 如是無量無邊的起至門 就是說他應該發起趨向佛至 的這個法門 叫做起至門 那麼八地菩薩得到佛這個發起如來至 智慧的這個法門之後 於一念請所生至業 那麼菩薩得到佛的勸發之後 他一念之間所產生的智慧之業 從出發心乃至七弟 所修諸行百分不及一 就是說八地菩薩一念的智慧之業 相對於菩薩從最初發心一直修行 修到七弟雖然累積那麼多 可是不及百分之一 不及百千萬億那由他分也不及一 所以不及這個八地菩薩一念的智慧功德 不到他的百分之一 不到他的百千萬億那由他分之一 那麼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諸佛勸發之後 這個菩薩的智慧非常的殊聖 超過他當時從最初到修到七弟 所修無量的功德 八地菩薩只要一念 一念而已 就勝過他 百分不及一 乃至百千萬億那由他分不及一 那麼下面就沒有癮了 所以這個叫做七勸 主要就是說 如來如果對於八地菩薩 如果沒有勸發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入涅槃 可能就放棄一切利益眾生的事業 那麼這個是經文 我們是引這個唐義八十華言 那麼下面呢 就是註解 大方廣佛華言經書卷 第四十二 唐清涼山大華言四沙門 成觀傳 這個成觀法師呢 清涼成觀 那麼對於華言經這一段的註解 叫做大方廣佛華言經書 他的書裡面呢 註解這個七勸 他說 然善男子下勸 這裡寫一個逗點 就是說前面經文說 然善男子 就是下面就是勸 善男子下勸 善男子 善男子下勸 善 善男子,昌 kend 善男子下勸 这个调育丈夫嘛 善调育字就是说 十利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就是为了要教化众生 那么所以你应该要修 第二个劝悲悯众生 前面说你虽然已经极灭了 解脱了 但是众生还没有啊 你应该要悲悯众生 第三劝承其本愿 就是跟他说你要意念 你本来发不离心 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现在应该要记得 第四个劝求无碍治 无碍治就是佛治 佛的无碍治 前面说你虽然能够正 但是这个二圣也能够正 这个不叫做如来治 佛不是因为正的这个极灭 而叫做如来 不是正的这个无身 而叫做如来 那个二圣人也有 所以你应该要求这个无碍治 无碍治就是如来治 第五个劝成佛外报 外报就是外相 前面说你应该要成佛 佛有无量的相 对不对 然后无量的身相 无量智慧 所以无量国土 无量方便 无量光明 无量清净 乃至无量阴盛 你应该要成这个佛的外报 外相 果报 叫做外报 那如果是国土 叫做依报 但是都是属于外 那么第六 要劝正佛内明 无量圣行 内明就是内在的智慧 前面说佛有无量的这个外相 现在说佛有无量的法明 你只有得到一个而已 佛还有无量 无量入无量座 无量转 所以劝应当要正佛的内明 还有无量的圣行 第七 劝总修无以成骗之道 要劝你总修 我们说法门无量 世怨学 那么无有遗漏 才能够成为这个骗之 我们说正骗之 骗之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明 那么应当要修 无量的法门 你应该才能够成就 正骗之 那么这是七个 那么下面说 金色为三 今天七种 把它收色成为三种 收色成三类 前三劝其下化 下话画起来 初一画法 次一正化 后一画愿 次三劝其上求 上求画起来 第二个劝他上求 初一则其所得非圣 后二引其求佛 圣果若外若内 第三最后画起来 三最后一劝总结多门 那么有三个 意思就是说七劝 分成三种 所以说金色为三 前三劝其下化 下化就是下化众生 就是说你现在 虽然正无生法 但是要下化众生 初一画法 就教化众生的方法 实力 四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就是你要教化众生 调育 调育众生的智慧 这个叫做初一 叫做教化众生的法 四一正化 就是第二个 就是要悲悯众生 后一画愿 就是你要记得你的本愿 所以这三个都属于下化众生的 下化众生要有方法 要如来的实力 事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那么第二个要悲悯众生 第三个要记得本愿 再来赐三劝起上求 上求就是上求佛道 所以第一个 要下化众生 第二个 你应该上求佛道 那么上求佛道 分三个 第一个 初一择其所得非圣 择就是择福 就是说 你所得并没有殊胜 二胜人也能够得到 这个无生人 那么 只证到这个 极灭无生人 不叫做如来 所以初一择其非圣 择福他 你不要认为这样就够了 后二引其求佛 圣果 若外若内 就求佛 外在的这个相好 光明 阴森 国土 方便 若内 就是内在的这个 法明 你只有得到一个法而已 佛有无量的法明 然后第三最后 三最后一劝 总结多门 三最后只有一个劝而已 就是总结多门 那么我把它归成 法门无量世怨学 不能有任何的遗漏啦 以所作无边 别说难禁锢 就无量无边 那么这个是七劝 七劝 新良国师把它分三类 一个是下化众生 一个是上求佛道 第三个是法门无量世怨学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四弘 世怨的话 这个菩萨最初不是说众生无边世怨度吗 就是下化有情 那么烦恼无境世怨断 烦恼能断 就不再说 法门无量世怨学 要再学 佛道无上世怨成 要上求佛道 就有三个 就是四弘世怨 除了这个烦恼断境之外 对不对 我们说烦恼要断吗 然后还有众生无边世怨度 就是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就是佛道无上世怨成 还有法门无量世怨学 那么把它归成三类 再来呢 问这个华言经书里面说 死行之流上修无助 起身至地取灭须劝 佛有一人佛不与智 便取灭佛 就是有人有问题 说死行之流 最初发普利心来修行的人 尚修无助 尚且他们也修无所助 起身至地 难道圣生的第八地的人 他会取灭 击灭而必须要佛来劝化吗 就是说 最开始修行学佛都知道无所助 难道第八地智慧很深的人 他还会取极灭然后还要需要人家劝吗 博有一人佛不与智 便取灭佛 难道有一个人佛不跟他如来智 他便取灭度佛 他一定会入涅槃吗 那么这是问 意思就是说 照说出发心都无所助 难道八地的人 他会去住在这个极面 入究竟涅槃吗 如果佛不给他加持的话 他是不是会取正涅槃呢 答 有四个道理 所以必须要佛来劝发 第一个 一为引赐定性二胜 第一个 这个劝说是为了要喝赐定性二胜 明菩萨此地大吉灭处 有有劝其 况彼所得 您为就近 就是说 佛为什么要劝 这些菩萨呢 就是为了要喝赐 说明呢 这个菩萨此地呢 八地的菩萨 他的大吉灭处呢 还要佛来劝发 继续精进 何况二胜所得的 您为就近 就是二胜人呢 八地菩萨都要劝他继续精进 继续修行 那二胜的人难道有就近吗 二胜啊 二胜人有就近吗 第二个 为警觉见恶菩萨 乐己之喜 那么这个要警觉菩萨 乐于极境的这个习气 就警觉不要住在这个极境 极灭的这个习气 第三 为发起死刑无愿尚求 那么为发起这个菩萨呢 刚开始啊 死刑就是 死刑就是出发心的人 前面有三种 第一个 对二胜人说他不就近 第二个 对菩萨不要喜欢极近 第三个 起刑之人呢 发起死刑就是出发心的人 应该要无愿尚求 无所愿足 就是说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那么没有愿足的上求佛道 第四 为嫌此地 圣身玄傲难舍 所以需欠 为了要显示的 这个第八地的这个境界 圣身玄傲难舍 就是说他的功德 非常的深奥 非常的殊胜 菩萨也难以舍弃 所以需欠 但由此深奥法流之处 必有诸佛做七劝巧故 只要有这个第八地 深奥法流之处呢 必有诸佛做这个七劝巧故 七劝巧故 画起来 这个是清凉果是他的画 七劝巧故 因为我们是在讲这个三巧七劝 那么这个叫做七劝巧故 那么七劝我们看经文就知道 华严经 但是有一个三巧 三巧 那么我查这个经论 三巧七劝 有几个地方有讲 偶遗大师有讲 别的地方有讲 但是以前的没有讲 所以我猜测了 这个三巧七劝 这是个人猜测 因为查不到 什么叫七劝 七劝刚才有讲了吗 但是七劝里面分三个重点 第一个要下化众生 第二个要上求佛道 第三个要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么桥就是由此端接到彼端的一个媒介 我们叫做桥梁 也就是说佛七种劝 实际上做三种桥 哪三个桥呢 一个叫做下化众生 把它接到这个来 再来上求佛道 第三个法门无量寺院学 所以我们如果依四宏寺院 除了烦恼要断境之外 其他的众生无边寺院度 是一个桥 接到佛果的桥 佛道无上寺院成 是一个桥 接到佛果的桥 那么法门无量寺院学 是达到这个正片之的一个桥 那么这个是桥 那么所以叫做三桥七圈 三桥呢 依照刚才清凉果实就是分三类 分三类 那么七圈就是华印经里面的 所以这里说七圈桥 七圈 那么因此可能发展到后来 可能这些祖师大德 依着清凉果实的注解 就变成三桥七圈 所以三桥是三种 让菩萨接入佛果的桥 就是说七种圈发 当中主要分三类 第一个你应该要下化众生 要悲悯众生 对不对 要记得你的本愿 要下化众生 众生无边寺院度 第二个你应该知道 要上求佛道 你正的智慧 跟二圣人一样而已 还有佛的无量的 外在的向好 内在的智慧 你都没有 所以你应该要上求佛道 就是佛道无上寺院成 第三个桥就是法门无量寺院学 你应该要通达无量的众生 无量国土 无量的差别 通常要通达 所以叫做三桥七圈 下面说 但由此生奥法流之处 必有诸佛做七圈桥 故无一人便取永继 所以有佛来做七圈桥 就没有一个人便取永继 永继就是永远极灭 就是所谓的定性身闻 又设佛不劝义无趋吉 未显劝义假以为言 那么如果佛不劝这些菩萨 实际上菩萨也不会趋吉 就像我们前面放网经 这个只是他注定 住在三昧里面 但是他不会去其极灭 未显劝义假以为言 为了显示劝 就是说佛劝说的利益 假以为也 实际上佛劝说的有什么利益 因为像我们放网经说 他要注百节千节 如果早一点劝 他就早一点成佛 早一点劝说 他这样子是不对 所以像刚才放网经 他要入定的时候佛就开始劝他 你这个定是不行的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菩萨八地他入的时候 佛就要劝 那么劝说的利益就是 令他早成正觉 如果不劝他 他就停留在那边 劝他就早成正觉 那么这个叫做三桥七劝 那么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最后一段我们看 有三桥七劝 他说新华言经论卷第27 长者里通玄传 总有三桥七劝 三桥是三种加持 三桥者依诸佛现身 第二语如来至 语至 第三占言善哉善哉 就是佛三种加持 但是加持之后跟他说 你这样不够还要给予摩顶七劝 这个是三加七劝 但三加七劝跟这里也不太一样 我们看221月看课本 第一行 这个是三桥七劝 所以七劝 在华言经里面有 三桥呢 我就把它归成说 第一个应该要下化众生 这个是依清良国师的书 它的分类 第一个要下化众生 再来要上求佛道 第三个要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么这个叫三桥七劝 那么这是华言经八地 那么今世帝及云而者 世帝而燕帝就要佛加持 界外积元不可思议 不过营养性而已 我们要相信 范婉经跟华言经 一个是说八地 采佛来劝发 一个是说四地 佛来劝发 那么这讲众生的机缘不同 我们应该要相信 好,我们讲到这边 没错 不满